这个女的三十多岁 银长得漂亮 而且特别丰满 她呢 最喜欢也是最迷信的 就是算命 这天她朋友给她介绍一个路边摊 六十多岁老头 给她算命了 这个女的到跟前一坐 就跟老头说了 说呢 大师 我最近有两次差不多点上命了 你给我算一算吧 那么这个大师瞅瞅这个女的面相 又瞅瞅兴相 说你是富贵命 那么傻子都能瞅出来 这个大师呢 之前她是干老中医的 后来后学的这个算命也是喜欢 她就说 你是富贵命 这个女的就说了 确实我是富贵命 那个我老公这边特别有钱 这个那里 又跟这个大师说了几句 大师从这个女的言谈举止当中 就印定了这个女的没有文化 这个女的出身 指定是贫寒之家 大师又说了 虽然你是富贵之命啊 我为什么说你是富贵之命啊 你现在是富贵之命 你之前你家庭平寒 你这个承受不了这个富贵之命 所以说你老是有血光之灾 那么怎么办呢 你把手伸出来 我看看手相吧 这个女的就把手又伸出来了 老头其实啊 看手相 看手相略知一二 但是老头别忘了 老头之前是老中医 老头看手相的同时 也给耗上卖了 老头这么一耗卖 老准了 给这个女的耗出来 当天她来立价 老头就说了 你呢 今天是不是来立价了 这个女的记性 我的妈大师 这你都看出来 我确实 这就对了 你找我就对了 你来立价了 你现在你回家 你就是把这个立价的红色液体 你整 灌矿泉水瓶 当你立价走了 你来找我 然后我给你安排 保准呢 给你低消了 这个血光自在 这个女的就信了 然后老头说你回家 把这个半筐 矿泉水瓶 这个红色液体 你给冰箱里 然后你这个立价走了 你来找我 果言 隔了几天 这个女的立价走了 立价的半筐水瓶 这个红色液体就来了 老头给往里添点东西 说是猪杀 乱马齐早的 辟邪的 这那的 说能挡这个血光自在 但是是不是这个东西 你往下停 老头又说了 这个东西啊 你喝一口 能帮你挡十年血光自在 你喝两口就能挡 挡二十年 最多你能喝四口 挡四十年 然后呢 你之后 你就说不能意外死亡 只能说正常生老病死 你喝吧 这个女的 挂一喝 心思来好 反正也得喝呀 连喝四口 喝完四口 不一会儿 这个女的就醉倒了 咱讲话醉倒以后 老头就给弄到这个旅店里面了 之后在旅店发生什么 咱不知道 那么 几 那个半个多小时吧 从旅店 俩人出来了 出来以后啊 这个老头 跟这个女的就说了 我的这一次呀 我把我毕生的经历 还有这种功力呀 我都传授给你了 现在你呢 喝这个东西 保你四十年 没有血光自在 我在给你传这个内力 半个小时 给你传这个内力呀 就是说你死后 你不能到下面 你得伸上面 因为我给你传这个内力 咱俩有缘 可以这么说吧 上辈子咱俩 可能是说 是夫妻 是情人 我这个功力不够 但是我就感应能感应到 这一辈子 你遇到我了 今天 也是我把功力传给你以后 等你死后了 你可以到上面 这个女的 当时这一听 特别信啊 谢谢大使 谢谢大使 感谢了 无意回报 大使说了 别无意回报 今天就是最好的回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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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